大马路边六名男子将一个被害人团团包围 罢了几句脏话就直接动手把人压倒在地 男子遭到围殴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快打警力出现 打人嫌犯有人立刻落跑 但还有人都已经打到上头了 不顾警方到场赫指留在现场继续发痕 女警合理他蹲下第一次第二次都没听到 那就再大声一点 这段尿茶被害人灵性男子疑似有债务问题 被债主黄性男子找来五名友人谈判 一言不合就直接动手打人 造成他全身多处受伤 只是这大马路边直接开打 警方一口气出动 21名快打警力包围 当场逮捕祖贤黄性男子等四人 落跑的两名同伙也都被查气盗案 一 聚众斗殴伤害等罪名移送地检署争败 TVBS新闻赖重龙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